大家好 我是郑茶凡 Hello 我是江小楠 今天和小楠市長聊一個話題 臉大不夠立體就只能做輪廓手術嗎 對 有網友問我 我這個臉大不夠立體 非要做輪廓手術才能解決嗎 對 有沒有別的辦法 是的 我現在心理條件還沒準備好 對吧 錢還沒準備好 但是這個臉大確實有點大 想要改善一下 就想怎麼 有沒有別的辦法 對 來聊一聊 有沒有別的辦法 咱們臉大其實有很多種情況導致咱們臉大 首先咱們要看咱們的顴骨 顴骨它會真性顴骨突出和假性顴骨突出 你像真性顴骨突出的話 它的顴骨本身就比較寬比較大 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一定是要通過截骨手術 顴骨內推才能改善的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咱們的是假性顴骨內推 對 假性顴骨內推顧名思義 它不是真的突 而是由於咱們的太陽穴凹陷 對 顯得咱們的顴骨很突出 這種情況下的話 咱們通過填充一下太陽穴 就可以改善咱們這個顴骨 看起來很突出的情況 所以線條 對 整體線條填出來 咱們的這個 肢力飽滿了以後 這裡看起來就沒那麼突了 嗯 然後 是是是 對的 然後咱們臉大呢 不光是顴骨 還有下合角 嗯 有很多人下合角看起來也很大 這種情況也分好多種 你像下合角很多人是 並不是骨頭真的大 而是因為咱們的咬肌很大 你可以這樣 咬緊牙關 你這樣看不出來 就是我的 對 咬緊牙關 然後這裡摸一下 有硬塊 對 這種情況下咱們是因為咱們的這個 下合角的肌肉 咬肌太發達 對 所以導致咱們的下合角很寬 然後這種情況下的話 處理方法很簡單 就是打一些瘦臉針 對 我就打過 對 我以前一咬 對吧 咬肌比較大 對 就是你所說的 軟組織 軟組織 對的 肌肉咬肌大 是的 大囉嗦 這也難也不怎麼疼 是的 然後一般情況下打三次左右 然後基本上咱們的咬肌 就會有一個固定的形狀 就不會像之前那麼大了 對 然後還有的寶寶就是說 我也是咬肌很大 但是我打了以後 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為什麼呢 那有可能是咱們要考慮到 咱們的軟組織 可能是因為咱們的脂肪過於多 這種情況下建議咱們先減肥 或者是做一下面部吸紙 對 也可以得到這個臉大的情況 得到改善的 嗯 我也有驚訝 我做過 你也做過了 面部吸紙 以前我這個臉比較 酷兒 嘿嘿嘿 脂肪比較多 我印象最胖的時候 190多斤 192斤 哇 簡直和現在是胖弱了兩人 192斤 胖弱了兩人 脂肪呢 在2018年的時候 對 當時也是 剛才我說 打了個腦肌 打入毒素了 臉上脂肪呢 臉上脂肪呢 臭了一點 然後在這眉線提了一下 哎 線條就出來了 對 線條就出來了 那後來我也減了 也瘦下了 玉兔董健肥 嗯 結合起來 就剛才你說的這個 確實 脂肪那時候還是得抽點 嗯 是的 當然很多人也是真的 如果說就是下河角的 這個骨頭很大 這種情況下 咱們沒辦法 就必須要通過輪廓手術來改善了 這個是咱們骨骼的問題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嗯 還有一種寶寶呢 就是咱們其實是偏瘦的體型 然後骨頭也沒有很大 但是整體看起來 為什麼臉就很平很大呢 這是因為咱們就是可能太瘦了 然後面部組織的話 各方面 比較就是有缺陷 不光是太陽穴 包括這個蘋果肌啊 蘋果肌啊 然後蘋果肌下面這個部分 包括額頭 都會有凹陷的這種情況下 也會顯得臉看起來很大 這種情況下 咱們通過簡單的這個面部脂肪填充 嗯 然後增加臉部的立體感 然後咱們臉部變大的這個 看起來很大的情況下 就會得到很大的改善 對 說到這個 指望填充 對吧 是 往前填 對 額頭高一點 對 額頭高一點 額頭高一點 額頭就看著 是的 更立體了 是的 這個距離 對吧 感覺 對 並不是往兩邊填 咱們是往前面填 往前一填 往前一填的話 感覺到這個就立體了 對的 對的 嗯 所以說呢這個 看情況 是的 要根據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然後來決定 咱們怎麼來改善臉大的方法 嗯 就現在並不是你臉太大 是你骨頭太顯了 對 你的顴骨上 軟組織太薄了 太少了 然後顯得你骨頭很大 這種情況咱們填充一下就可以 全臉的脂肪填充 對的 全臉的脂肪再平衡 是的 一調整一下 就感覺不一樣了 是的 拜拜 拜拜